把那個折騰馬表 其實當然不是在這樣的貼 貼第二個貼第三個 而是因為這個1跟2跟3一直到底下有9 所以理論上一定會有個換行 然後一定會有一個這個1到9的一個變數 所以我們乾脆這樣 這個把它delete 掉 然後留下print 因為每輸出一列一定要換行 沒有換行那不行 所以我們記得在尾巴加一個prinol 讓它換行 然後我們在上面的第一行 Enter一下 我需要加一個這個第二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範圍一樣是1到9 所以我就直接用J來複製好了 複製到上面 然後當然特別注意 這個貼回圈裡面的變數不能一樣 所以底下那個我叫J 上面這個我叫I 所以習慣 這個個人寫的習慣 我一般習慣會把I當成列 把J當成藍 這個是我個人的習慣 如果你覺得老師我不習慣 我可以顛倒 可以 只是說你顛倒之後 像我個人喜歡 我看到別人顛倒 我看那個程式就是覺得很 非常非常不習慣 就是 所以我看到別人的程式 哪怕我參考它的 我還是會改成我習慣的方式 不然你會看的真的是 就變成你一直在那邊 就有點像你到日本去開車一樣 常常你一打方向燈 奇怪 雨刷就動了 有點那種習慣問題嘛 OK 所以不習慣 你變成你一直要硬著要 對你老不如就改成你習慣的方法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每個人習慣的一個寫作方式 那我上面把它改成一個 那問題喔 它會出現錯 為什麼 因為如果兩個回圈 它如果一個內一個外的話 那記得喔 請你務必一定要把底下這個回圈 把它下一階 那所謂的下一階 意思是說 它是在上面這個回圈下面跑的 這要兩層的回圈 這個也比剛剛那個有沒有 偶數基數那個跑兩次不一樣 那個是跑兩次 那這個的話是先跑一個 它在這個回圈裡面跑裡面 那所以我把這個下面這個 第二行到第四行把它選起來 按一個TAB鍵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內回圈跟外回 那所謂的內回圈意思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forI的這個外回圈 它一定會是先跑得到1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得到1的時候 然後底下的J 它會跑內回圈 那內回圈的這個J它怎麼跑 它理論上就是 這個1嘛 這個就是1到9 然後回來這邊之後 這個變2 底下的J又跑1到9 再回來這邊之後 又跑它變3了 然後又跑1到9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OK 所以理論上 如果我們知道這樣的run的方式的話 那接下來我其實很簡單 我只要把前面這個1 跟後面這個1有沒有 改成I比較好 因為剛好就符合我們要了 因為它跑一個1 然後跑9次 剛好就產生一列2 那下一個的話 剛好2 有沒有 然後再跑1到9 那不就是前進去的意思嗎 所以呢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 1改成I 那改I的方式一樣串進來 所以我拿這個改比較快 String I串在前面 有沒有 一樣 那因為I也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要跟文字串的話 一定要轉型 所以String I先放進來 1乘上這個 J是1到9 所以跑9 然後這邊一樣是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好 那底下這個應該不用動 後面這個就不用動 OK 好 那尾巴一樣 就是說 Printer這個地方 就是當它跑1到9 有沒有 跑完之後一樣換行 所以這個Printer的主要用途呢 就是 當我已經把這邊J1到9 跑完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就換行 所以換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Printer的話 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的話 它就變成說 下一列的資料 會放在前面那一列的後面 它就沒有換行的效果 好 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OK了 所以剛剛其實 把J複製上去 改成I 第二的話呢 就是在縮排 把它縮排一下 然後把這個E改成I 最後run一下 應該得到結果 應該OK 所以把它拉過來 因為這個 我畫面的解釋度很不太夠 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不然它會有折寒問題 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run一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剛剛好是我們要的結果 特別注意喔 有沒有 所以這個I的部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這個地方 把它稍微再試試看 所以 記得print 這個print就是這個的print 然後 J的話一定是1到9 所以 for I 有沒有 先產生1 所以前面都1 前面都1 然後到下一個彈回去之後 它就變2 OK 那一直在推 這樣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 J馬表的結果 這種用法 將來會蠻常見的 尤其是兩層的 主要會很常見就是一個表格 因為表格的話 其實長得有點像J馬表 因為表格的話一定是橫向 先列 然後再欄 所以 這種寫法我還蠻習慣 因為 用I來決定 它橫向的列 用J來決定 它的 縱向欄 那組合起來 剛剛好就是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未來 假設說你要處理表格資料 比如會進來之後 你要一個個把表格資料 抓出來做處理的話 也是一樣 兩個回軒才有辦法處理 因為表格一定有列跟欄 你必須要給它位置 那你就可以一個一個的資料抓進來 那處理完之後再看要怎麼處理 處理完之後看結果怎麼塞到別 那當然一定會需要兩個回軒 才有辦法處理 這個還蠻常見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J馬表 把它做出來 這個把它save一下 這一樣把它改 99乘法表 OK 那 待會 就是 比較簡單練習題 這個簡單練習題 主要就是 也是用FOR回軒 輸出這個 信號 那這個信號 你說 這個地方信號 它怎麼輸出一顆星跟13顆星呢 其實這邊有一個蠻特殊的用法 就是 什麼 乘號 就是說 這個跟Python有一個蠻特別的一個寫程式方法 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它有一個蠻特別的寫法 就是 你只要 一個文字 如果你這個文字 想要輸出幾次的話 有點像repeat 你後面其實是可以用乘號 乘上幾次 比如說我要乘上13顆星的話 但是這個蠻奇怪的一個寫法 有沒有 你想說 是不對 你之前不是講說不同的型態 它不能夠做運算嗎 那你一定要轉型才可以 這是特例 所以可能要記一下 這是特殊案例 其他不行 只有這個可以 那為什麼這個可以 主要我在想說 為了要少一個那個repeat的這種函數 因為其實就是repeat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你把它執行的話 它的意思是說 我這顆星號 它要乘上13 就是說repeat的13次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看到 什麼文字要重複幾次的時候 就是寫成這樣就對了 應該可以理解 但是其他語言沒有 你不要其他地方 你Java一般寫這樣 它一定不理你 一定犯錯誤 因為這個是特別的 特殊的寫法 其他語言也沒有 像VBA也沒有這東西 Excel裡面有個repeat的函數 是可以重複哪個字 是有 但是問題是這邊沒有 那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得到結果這樣 這邊就13顆星 有沒有看到 底下這邊就13顆星 那如果你今天要12顆星 比如你要1顆星好了 1顆星 那乘以1嘛 OK 這邊1顆星 那如果你要1到13顆星 那怎麼做 很簡單嘛 1到13不就是範圍嗎 很簡單 所以上面就加一個什麼 4i 有沒有 in range 有沒有 範圍給它嘛 那個range的話 就1到13嘛 所以1 1 逗點 13 14嘛 14 停下來 然後尾巴因為是固定1 然後尾巴因為是固定1 那記得這邊一定要tab件 下一階 因為你沒有tab鍵 它同一階 它不理你 所以一定要tab 好 這樣的話呢 run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乘上多少 乘上i就可以了 這樣執行 它就會1到13顆星 的那個三角形出來了 那後面其實是變化了 比如說1到13顆星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顛倒的話 13到1 欸 13到1 你說13到2 老師 你剛剛只有講小的在前面 大的在後面啊 那如果把它顛倒的話 13到0 對 13到0 對 沒錯 0的話就停下來 對對對 所以這樣子你就13 13開始嘛 那1停下來 但是你這樣run的話 結果會怎麼樣? 欸 不管你耶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前面還講說 痘點這邊後面是預設是1 所以14 欸 它越來越多了 它就等於是只會越來越多 如果你要越來越少喔 記得要怎麼樣? 對 負1就好了 如果你們一加負1它就不理你 OK 因為你會看 它其實想說 欸不對啊 那你那個13 後面那個比較小 前面比較大 你應該越來越小才對 啊為什麼你 所以它輸出沒有發生作用 如果你要越來越小的話 那記得很簡單 就是加一個負1就可以了 OK 欸 其實有點像什麼? 13-1啦 所以你可以這樣 減掉1 那就12 再減掉1 11 一直減到0停下來 那就到1為止 欸 所以直星的話呢 會怎麼樣呢?有沒有 顛倒過來了 13顆星到1顆星了 OK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 後面其實還有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 就是喔 現在應該有點像是靠左對齊 可是我 如果希望靠右對齊喔 所謂的靠右對齊喔 欸 就是在前面一樣的空白 所以輸出的結果類似像這樣 底下 底下下面 這樣子 有沒有 OK 所以喔 你可能 當然也可以反過來 等於是說 前面的空白 跟星號總數一定是13就對了 有沒有 如果是 這個地方一顆星的話 那理論它是不是13 減掉一顆星嘛 那就12個空白的意思 那底下的話 就是兩個星號的話 那就13減掉2 那就11個空白 所以用13去減就好了嘛 顛倒過來 那就是前面給它幾個空白 它就會輸出幾個前面應該有的 有點像對齊的一個符號在這裡 然後它怎麼做 可以想想看 所以這邊變成說 怎麼樣去做這種輸出 OK 那所以喔 這個地方請各位練習看看 那當然 後面還有那個什麼 最終的啦 其實甚至可以畫一顆樹都沒問題啦 只是說也不用那麼複雜 理論上這個 到等腰三角形就已經很厲害了 有沒有 可以用縫迴圈寫出一個 這個等腰三角形 那這等腰三角形 等於是 等於兩個13減1 等於底部應該是25顆星 25顆星的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要怎麼畫出來 其實這個也是 考試也蠻喜歡考的 反正就是如果你這個會 那你 反正就隨便給你一個題目 你寫得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是應該 過迴圈圈應該 等於是 基本上是熟悉的啦 OK 好 試試看好了 那我們也先 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好 先來看